天一月 星空无异 原来人类也可以这么有趣啊 现在的你或许超越了六阶 又或许是七阶 但你这样的状态 有能实行多久 超期间的状态 最多在持续三十秒 想说死一脱 鱼鱼 功亏一篑的味道如何啊 最后一剑 圣光斩 是啊 不是 是 真是没想到啊 若不是阿加雷斯大人赐给我的月之庇护 刚才那一剑恐怕真会要命 牺牲 现在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你会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你会有免啊 下行之灰 请命 对不起 对不起 此爱二 这下整个这难关都是我的了 谁 敢伤害长年天灾的弟子 神奇 宝图二 刚才是谁威尽的性命 一来可思 快让他过来 为师要好好帮你冲口气 他已经被你断发的力量 碍碎了 可真没用啊 这音乐才刚刚响起 给我再起来一次 你这次最好称久一点 你这次最好撑久一点 是谁 不可思认 我亲爱的徒儿 为时此前 琉璃丝念想在永恒旋律 就是怕你遇到什么危险 现在 为时真的要去沉睡了 你早点登上塔顶 来唤醒我们 他一个人击退了八戒月魔 昊晨 团长可以有了 小杜将军 你们团可以一起上 我单挑你们一群 昊晨 这南关总长 灵孝殿主 有请你们二位去开会 只要我们能与他共享三天后 便会开启的梦幻天堂 这场战役就会到此为止 如果以后要被魔族瓜分 那岂不是 太子念想 神雷的脚印 他们果然是冲着悲笑洞穴而来的 分头给我走 干嘛 你想干嘛 后友突然消失 肯定是弟弟遇险了 下一轮悲笑马上就要出现 你要去送死吗 那也比在这里坐着要强 你 安静 有人来了 欢迎来到永恒之场面 这是什么 检测到外来者 传承程程序已启动 请到指定区域开启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死灵法师的传承试炼 最强死灵法师 就是那个凭一己之力 颠覆整个辉煌年代的人 传闻他孤身一人 将全大陆几乎一半的人类都化作了王脸 但决定大陆几乎将为他踏平时 他和他的王脸大决却突然不知所作 此后 他的名字变成了人类的禁忌 但没想到他的传承就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真是这位死灵法师的传承重现人间 不知道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这果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探索 我得尽快上报给联盟才行 昊玥 试一下能不能把门打开 昊玥 你没事吧 没想到连你都无法和毒大门 还受了这么重的烦尸 试炼完成之前 永恒之塔将彻底封闭 请到指定区域 开启死灵法师传承试炼 这果力量 我的身体怎么无法控制了 试炼开启 第一项 属性测试 我 我 糟糕 那些法师全都是黑暗属性 要是在这里暴露光明属性 后光可能不该设想 测试开始 检测结果为 光明属性 永恒之塔绝不容许虚伪叫停的泄露 判定结果为 立刻绞杀 都给我住手 检测到更高等级的命令 永恒之塔控制权已移交 祝您试炼愉快 你 到底发生什么 神圈的光明居然是神圈的光明 老天果然没有抛弃 还好我发现了吉时 忽然可就要错过我理想的弟子了 不用失恋了 亲爱的姐姐 无论你是谁 只要你拜我为师 我保证你将和我一样 成为最强的光明死灵法师 怎么可能会有光明的死灵法师 你到底是谁 怎么不可能 听好了 无尽是 辉煌叫停的毁灭 最伟大的死灵圣法山 长眠天灾 一来克思 我 那边 是剑上 那些可恶的人类 一定是跑里边去了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把他们一锅端 这群笨蛋 悲笑马上就要来了 正好让他们自己去送死 做好准备 悲笑一锅 马上出击 奇怪 悲笑没有出现 等着 一来可死 这就是那位 以异己之力毁灭整个辉煌时代的死流法师的名字吗 不知死活 但我你都敢吃 今天我心情好 不和你计较 宝贝图儿 只要你叫一声老师 这座永恒之塔 这座永恒之塔还有塔里的一切 包括我的传承 就全都是你的了 依靠掠夺生命 毁灭世界而换来强大力量的理念 我无法认同 所以我无意成为您的传人 掠夺生命 毁灭世界 图儿 以后维师会慢慢告诉你真相 现在 就让你见识一下 维师为何被称为死灵圣法神吧 维师可不是那些肮脏 只知道以尸体和死亡打交道的黑暗死灵法师 这 什么是好成全的光源锁 维师掌控的 是世界的规则 维师拥有的是神明的力量 等你了解了这些 你会发现 这些所谓的灵炉 所谓的灵迹 所谓的燃颂 甚至是所谓的灵力 都不过是规则的巨像而已 怎么可能 是你灵火 还欲望之暮容 还有亚厅 居然全都进化了一次 我的灵力也直接提升到了五级巨峰 不可思议 连我的仙天内灵力也在增长 九十九点 怎么还差一点 原来这鸣剑还没被拔出来 那 最后的选择就留给你自己吧 难以置信 从未有书记记载这般能力 已经堪比神明了 怎么样 维师的这个见面礼还不错吧 这个力量的确不可思议 如果人类能掌握的话 我们甚至有击败魔族的机会 所以 现在 你愿意拜我为师了吗 但一来可思的确灭绝了辉煌年代一半的人类 就算这之中有我不知道的理由 我也绝不认可这样的人 先回去汇报给联盟再说 前辈 多谢您的好意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 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时间考虑 还是不肯改口啊 没关系 听我介绍完永恒之塔 你一定会心动的 前辈 恕我真的不能现在答应你 而且在塔外 还有我挂念的人 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好吧好吧 既然徒儿你这么坚决 为师就先送你出去吧 等你离开之后 永恒之塔就将彻底隐藏在平行位面中 这个项链叫做永恒旋律 是进出这座永恒之塔的钥匙 只有你才能到这里来 要是有能放心交付后备的队友 也可以带到这里一起参加考验哦 谢前辈体谅 先出去再说 我 永恒旋律继承人考核正式启动 通过迷宫出口即为永恒旋律的主人 本次考核需传承者独自通过 禁止飞行 若借助魔兽伙伴和元素精灵 则视为失败 前辈 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 徒儿 别怪为师耍小手段 但这永恒之塔传承的 可是我的亡灵大军 以及我的整个亡灵国度 你就勉为其难随便先通关 让他认个主办 正是为师长年之前就设计了规则 你想要离开永恒之塔 那就必须通过这个考核 成为永恒旋律的主人 不好 我想出这儿 没归 被你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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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等我 博儿 玩得开心呢 记得要成为永恒旋律的主角哦 我伟大的国度在当真人 哈哈哈哈